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文悅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已持續了25年 一份判決書顯示 一個七巡老人 單是因為持有幾份法輪功的資料 就被判重刑 律師表示 中共迫害法輪功已是一場災難深重的人權迫害 中共從來不敢公開相關的判決書 羅長雲是陝西省安康市漢濱區優秀教師 已退休 據明慧網報導 羅長雲因為堅持對法輪大發真、善、忍的信仰 多次遭到中共人員綁架 被非法拘留、勞教、判刑 直至2020年 身陷冤獄共計將近17年 在被非法囚禁的過程中 羅長雲經歷了各種酷刑折磨 尤其在陝西省女子監獄時 她遭到野蠻冠藥、打毒針的迫害 被折磨得神情彷彿、視力模糊 羅長雲在2020年6月出獄後 退休養老金被非法扣法 她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簡稱人社局局長汪小衛反映情況 並向安康市漢濱區政法委副書記朱定新 高新郵局局長李盈春 市公安局局長張鵬 市政法委書記王安忠 市紀委書記朱榮君尤記勸善信 希望她們不要繼續迫害法輪功學員 這些中共官員非但無理會 還將勸善信作為所謂的證據 再次對羅長雲進行司法迫害 這次陝西省安康市漢濱區法院 對羅長雲的判決書 正好證明了《明慧網》的報導 羅長雲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 多次被判刑、罰款和非法拘留 2023年10月27日 漢濱區法院非法判決羅長雲有期徒刑6年 儲罰金3萬 還將羅長雲的手機等扣押物品沒收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兆平 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信仰自由權利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之一 因為信仰而持有這些資料 當然也不會構成任何犯罪 因為它本身既受國際法保護 中共的憲法也規定 人民享有這樣的信仰自由 吳兆平說 中共卻反其道而行 人民因為堅持自己的信仰 並且持有、發放信仰相關的材料 就被定性為犯罪 並且以這個理由來追究作為罪證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人權迫害 它並不合理、更加不合法 聯合國大會在1981年發佈 消除基於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 不容忍和其事宣言 第六條中就明確規定了有關思想、良心、宗教 或信仰等方面的自由權利 包括有編寫、發行和散發有關宗教或信仰的 刊物的自由 也包含在適當的場所傳播宗教或信仰自由等等 吳小平指出 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想怎樣迫害就怎樣迫害 在中國來說 沒有任何法律可言 一切都是圍繞中共的政治需要而出發 吳小平說 從羅長雲的經歷 可以看到中共政權殘暴的一面 從1999年被迫害到現在已經25年 羅長雲入獄的時間就長達了17年 其中還大大小小被非法關押無數次 還將他的養老金停發 養老金是一個公民通過自己的勞動 依法所獲得的應有的福利待遇 這樣說明中共對人權的迫害是全方位的 吳小平表示 之前偶爾有一些關於法輪功的判決書 會在網絡上流傳 中共很清楚 如果將對法輪功的這些判決文書 公佈在網絡上的話 人們就能夠看到中共政權 在人權迫害方面的嚴重性 國際社會也會通過這樣的路徑 知道中共對宗教信仰人士迫害的嚴重程度 所以它就不敢公佈 1999年7月 中共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 在這場持續了25年的迫害中 數以萬計的法輪功學員 單是因為堅定信仰 不放棄修煉和持有真相材料 而被勞教、判刑 甚至外界已知道的 就有5057人被迫害致死 吳小平曾代理過多宗法輪功學員被迫害的案件 其中判刑最重的一宗是聯刑案 聯刑被非法判刑10年 他表示在會見這些當事人的過程中 通過他們的陳述 了解到中共對他們的迫害是五花八門的 尤其印象特別深刻的 就是他們說到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 中共會運用各種學營來折磨學員 聯刑原本是寧夏勞動人士廳教育中心副主任 他曾經主動到條件艱苦的寧夏南部山區 和森苑參加扶貧 為當地的農民開掘水教礦行 改善教學條件等等 當地的村民感嘆到 有很多年了都沒有遇到這樣的幹部 雖然身處在不同的省份 聯刑所經歷的迫害和羅長雲高度相似 1999年7月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後 聯刑因為不放棄信仰 多次被非法抓捕、抄家、拘禁洗腦班 被單位開除 也被剝奪養老金等社會保障 2000年2月 聯刑被判刑3年 2009年被判刑4年 2017年2月 聯刑在銀川市郵電大樓 郵寄真相勸善信之後 遭到郵局人員誣告 被中共國保人員跟蹤監控 再次遭受搜查綁架 2019年 聯刑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受到非法判刑10年 並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根據《明慧網》最新消息表示 65歲的聯刑 在寧夏石咀山監獄遭受殘酷迫害 2021年出現嚴重病症 生活不能自理 吳小平說 聯刑這個案件完全是一種無憾 無論從證據、程序角度來看 當時人都不構成任何的犯罪 在法律角度分析 包括在法庭上的陳述 都很清楚地看到這個案件是典型的羅列罪名 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對聯刑的迫害 但因為他堅持自己的信仰、不放棄 而且聯刑還是共產黨的處級幹部 所以他們對他下手就特別狠 沒有事實和法律上的依據 整個事件就是一場冤獄 吳小平認為 如果中國是一個有法制的國家和社會 就不可能出現那麼多的法輪功學員判刑入獄 並且更以各種形式進行迫害 中共反人類的這場迫害不能被持續 所以大家都要堅持團結起來 才能夠改變現狀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李元明採訪報導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